从天堂跌落的感受是什么样? 当你失去了一切,仍然必须继续前进并重新生活时,该怎么做呢? 今年71岁的纳塔利·乔治用半生尝尽了这种复杂的滋味。 纳塔利出生于巴黎十六区非常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的她享受着1968年5月抗疫运动带来的解放气息,创业有成,经常出差,曾是迪奥的设计师。 纳塔利如今还保留着特权圈子特有的优雅气质和语言习惯。 然而,在她中年时不得不放弃舒适的生活,严重的经济问题疏忽将她带到了六楼一个女佣房间,这遗住就是18年。 今天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曾经拥有过很多,又失去了很多,但永不放弃的女人的故事,以及烹饪和优雅如何成为她抗抑郁的良药。 从小,纳塔利亲爱的祖母就把烹饪的绝招传给了她。 纳塔利没有母亲的照片,作为时装设计师的母亲,一直过着艺术家的生活,而不是妈妈的生活。 父亲把纳塔利送到了寄宿学校,每次从学校回来,她就会去祖母家里改善祸食。 这一生中,她一直以弗朗索瓦称呼妈妈。 一直到高中,纳塔利都被祖母培养得非常幸福,成年后的生活也是顺风顺水。 曾经为迪奥、克里斯托弗、兰塞尔等著名品牌以及高级餐饮领域的知名客户工作, 创立了自己的公司,订单络移不绝,她赚了很多钱,但马上又滑掉了。 美好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88年12月24日,税务局通知她,她无权享有免税待遇,必须偿还拖欠的税款。 债务虽然庞大,但她当时认为还是可控的。 事实上,她的生意非常火爆,客户包括法国航空、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以及日本铁路公司。 她认为自己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尽可能地还债。 可惜,她的律师在处理她的案子时屡屡受挫,税务局不依不饶,事情拖延不绝,直到有一天,利息变得比债务还要高。 从1995年到2005年,她多次搬家,从歌剧院旁边120平的大公寓搬到越来越小的住处, 从没有水的公寓搬到没有暖气的公寓。 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厨房或浴室的公寓了。 她甚至曾在律师办公室和她的五只猫一起睡觉, 在卖掉几乎所有的私人财产后,债务依然完全无法控制。 这就是纳塔利·乔治在2005年最终住进了这个没有电梯的六楼女仆房的原因。 纳塔利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失败时,直言不讳地说, 我一直在冒很大的风险生活,但最严重的后果是我没有意识到我与税务局的问题有多严重。 最后,他们拿走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20年人生。 2006年,纳塔利回忆自己陷入了身无分文的状态, 但这位优雅女士的声音中没有绝望的音调。 一些人消失得就像爬楼梯一样快, 人际关系显然发生了变化。 当你没钱了,物质因素必然会改变你的社交生活。 我不情愿地退缩,因为我无法再招待客人。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看看谁是忠诚的朋友。 刚搬来六楼时,纳塔利只有一间房,一个简陋的水槽充当淋浴, 一个吸引跳躁的小床垫做床。 她的书籍、衣物和唱片占据了她所拥有的微小空间。 在这些年里,她最缺的不是浴室,而是一个真正的厨房。 几年后,房东提议给她另一间6.5平方米的房间。 纳塔利高兴坏了,她毫不犹豫地将多余的一点点空间 改造成办公室和奢华的接待室。 我终于可以接待客人了。 在困难时期,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一定的文明标志, 否则一切都会崩溃。 缺钱不是停止烹饪的借口, 我们总是可以准备一顿美好的晚餐并招待客人。 当纳塔利看到年轻邻居们手拿裂着面包和超市塑料袋装的沙拉爬楼梯时, 她感到震惊。 她教育他们,没钱也可以吃得又好又有营养。 她希望让年轻一代意识到是优质食品的重要性。 她还经常做好饭请学生来吃, 教他们做简单美味的菜。 用公共楼道里的简陋炉子, 她为学生们制作简单但健康的食物。 一碗汤,几个煎蛋卷,受到热烈欢迎。 狭窄的住处并没有妨碍她的慷慨大方, 他们常常一起欢笑着吃饭并共同分担费用, 这让她重新找回一些人情味。 回忆起过去的美好故事并重新燃起生活的激情, 他们亲切地称纳塔利为六楼女士。 我不是意爱她们的老太太, 而是一个年纪稍大的朋友。 纳塔利强调说, 你永远见不到纳塔利碰头垢面的样子。 她穿着一身无暇的皱纱连衣裙, 把头发盘成紧绷的香蕉发肌和小毛根鞋, 在她的高级定制西装、 书堆和众多鞋盒之间艰难穿行。 6.5平米的生活空间如果不亲临其境, 很难想象她的鼻子。 床是一米宽的地铺, 这样睡了15年, 纳塔利的猫靠在墙边, 冷冷地打凉来访着, 纹丝不动。 六楼女士从6.5平米的房间 跑到楼道里切洋葱, 因为灶台低矮, 她常常需要跪着做饭。 即便如此, 在过去的15年里, 纳塔利在这栋楼的公共区域, 烹饪从未间断。 有时候, 主楼高级公寓里的孩子们 也会加入晚宴, 对他们来说, 来到这个仿佛 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地方, 和成年人一起进餐, 还不受父母的监管, 这无疑是盛大的节日。 何况, 还要先经过他们平时 没有机会爬的庸人梯, 像一个神秘的游戏。 纳塔利笑着说, 我们必须记住, 如果我们在楼上见面了, 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现在穷困潦倒。 为了不陷入抑郁, 这位六楼女士 每天早晨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精心打扮, 穿上年轻时的香奈儿高定服饰出门。 她说, 尤其是不能放任自留, 即使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也不要变成面目全非的一个人。 受到和朋友们欢聚时刻的启发, 她经历了考验, 站了起来。 2020年, 纳塔利写了一本《六楼的厨房》, 从钢琴到炉子。 这本书由三星级大厨杨尼克·阿列诺作序, 是一首赞美烹饪创意、 艺术和永恒法式生活的颂歌。 很多人知道了这位了不起的女士, 为她的英勇和优雅赞叹。 出书以后, 不少媒体来采访她, 她泰然自若地在小房间里接待各路名人, 一边接受采访, 一边做饭, 落落大方。 同时, 她也不怨天尤人, 老实承认沦落到今天这个状态是咬由自举, 确实太不擅长理财。 纳塔利还曾在面对媒体的采访中提到, 她去过中国三次, 欣赏中国文化和饮食, 喜欢苏州丝绸和园林。 在她眼里, 中国和法国的饮食是全世界最高级的。 意大利菜和日本料理虽然也喜欢, 但觉得比中餐和法餐稍逊一筹。 纳塔利没有丈夫, 也没有子女, 因为她不想冒险让一个孩子过上我那样的童年。 有人问她, 是否后悔过去的生活? 纳塔利表示, 作为一个拥有过很多, 又失去了很多的人, 我觉得只要你头上还有个屋顶, 能用便宜的好食材煮东西, 你就能渡过难关。 在日常生活中, 纳塔利的穿搭也非常亮眼, 她简直就是摩登法国老太太的一个缩影。 她的新书签售在著名高级时装收藏家 卢多特的古卓店内举行, 一身黑的她简直美得如旧时光的电影明星一般。 上节目时, 一件香奈尔粗花泥加戴帽粗筐眼镜, 足以勾勒出她的独立坚强和优雅。 居家时, 她的着装风格略带巴黎左岸的文艺知性的感觉。 17年的蜗居生活是她再次闪耀前的蛰服, 她让大家看到女性的优雅、 知性还有坚强、 勇敢、 独立, 而这无关乎年纪。 幸福似乎是世界上最大的征服, 因为活着就是去爱, 而生存就是分享。 在这本书里, 她给大家介绍了自己经过慢顿的小菜、 甜蜜的美食、 巧克力为主的甜点和各种水果盛宴, 草莓梅尔巴、 樱桃白兰蒂菠萝、 橙子味米露, 每一道菜都令人无法抗拒。 这些食谱中还包含了年轻时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回忆, 她的第二故乡, 祖母积极用蓝墨水写下的建议, 以及关于过去的烹饪、 技巧和礼仪的珍贵见证。 也许童年中的美好、 美味、 和谐真的有一种力量, 就像一个宝藏般永远留在你身边, 给予你支持。 如果要用数字概括这位巴黎女士的一生, 可以说是十年的寄宿学校、 二十年的小资生活、 二十年的璀璨、 十五年的灰烬。 现在纳塔利已经成功还清了自己债务, 她为自己骄傲极了, 并非人人都是耶稣基督, 复活可不容易, 贫困让人边缘化。 这位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女性,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巨额债务、破产, 却从未被打倒, 而且成为很多人的灯塔、 基石和精神支柱。 现在, 纳塔利即将离开居住了18年的小阁楼, 前往纽约, 继续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她说, 当你熟悉了六楼的生活后, 你会觉得在其他地方也很快乐, 哪怕住在教堂里。 六楼女士的传奇没有落幕, 纳塔利的余生会更加精彩, 她配得上更好的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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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